德国财长舒伊布勒6月28日强调了他对银行业监管漏洞的担忧 因为这会是欧盟钻控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6月29日星期四 我是维珍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行为回顾 德国财长舒伊布勒本周三 6月28日强调了他对银行业监管漏洞的担忧 意大利政府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金融危机 但意大利纳税人将付出昂贵的代价 舒伊布勒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 欧洲应该遵守美国金融服务公司雷曼兄弟2008年 崩溃后颁布的旨在保护纳税人的规定 欧盟现有的银行重组指导方针 旨在确保能得到所有政治团体都想要看到的结果 那就是纳税人永不再承担银行的风险 意大利最大零售银行联合圣保罗银行 接手维尼托银行和微勤查大众银行 这两家银行的优质资产 外媒报道称 为心算这两家陷入困境的银行 意大利承诺投入高达170亿欧元的资产 欧盟委员会批准的这项协议 允许意大利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银行业危机 而不是通过制定更严格的规则来解决危机 可值得注意的是 国家破产法存监管漏洞 欧洲需要思考这个监管漏洞 德国财政部女发言人 曾蒂豪森6月26日敦促欧盟委员会 将国家援助的规定限制在破产案的最低限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